整件事我现在讲抗疫, 只是抗疫问题, 我过去星期到昨天都收很多电话, 电话都是来自不同界别, 有些是健身室,有些是开按摩店, 有些是吃屎餐食屎, 尤其餐食屎都几紧张几激烈, 尤其是昨天梁卓委再发表一个委论, 梁卓委委论, 委论是空气传播, 空气传播现在党板都无效, 党板甚至影响空气流通, 所以要拆除党板, 将人的距离拉回活, 即是食屎每个食客与食客之间的距离 要保持人之前一米半水平, 一米半距离, 即食屎可能不能坐超过一半人, 对餐食屎很大件事, 因为它刚刚正常交租, 现在回头如果食屎本身在旺时间, 它不能坐满客,即是turnover少了一半, 你怎顶租,怎顶登楼火纳开支, 怎赚钱,都是生意, 整件事有几个不同看法, 如果最顶层看林郑月娥为核心, 林郑月娥是做一个决策最重要的人, 也是由她做, 但本身香港制度并不是由林郑月娥无中身有, 由零到一想政策出来, 晚上可能看很多书, 想完立即出来, 第二天出一个圣旨执行,不是这样, 香港制度本身都有些程序公义, 公义在哪, 第一在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下, 都有它自己的专家小组, 包括疫苗,包括病毒,包括科学委员会, 专家小组的委员会, 全部裡面都是粒粒街星粒粒专家粒粒都是泰斗, 他们会集体做一个讨论和决定, 有集体决定后, 那都不是一个政策, 那都不是一定实施的一个行动, 那个行动会交给卫生署, 再由卫生署交给食卫局局长陈兆史, 为何要这样的互动呢? 第一个是专家想的事, 就是想在他专业方面, 就是想在医疗病毒或抗疫方面, 但如果你说将它变成一个决策, 变成一个看法, 变成一个公共行政措施, 当中路线时间表, 当中牵涉法例, 当中牵涉执行上的难度, 哪个部门执行, 有几多部门跨部门需要协调, 这些事就需要卫生署, 甚至需要局方即是陈兆史, 甚至搬李家超出来跨部门去想, 这是很明显的, 组织了,有了一个想法, 有了一个很清楚的决策, 接着觉得决策漫忘一失, 应该先交给林郑娥, 由林郑娥在星期二交由特首会 行政会议通过才实行, 这是整个香港的程序公义, 即是在执行公共政策上, 一个不是已存在, 是由头改变过, 或是由新的政策需要这样的程序, 现在梁卓伟再加袁国勇两个特别, 他一而再再而三两个, 似乎想做一个权威性的专家, 权威性他不再觉得自己, 是以本身under局方或处方的专家小组, 他不觉得, 他觉得自己专家当中是人中之龙, 最少人工之逢, 已经站出来, 他两个现在也不需要经过卫生署, 也不需要经过陈兆史, 会直接也不觉得需要尊重本身整个 特区管治的一个制度, 他有了自己的高谈阔论, 发表他的委轮, 跟着要政府行, 整件事甚至是珍宠的意味, 珍宠意思是似乎梁卓伟常常要加强, 梁卓伟一日到刻都说要加强防疫措施, 他一直将现在疫情数字低了, 归功他自己及时提醒林哲俄收紧防疫措施, 包括将18个表列处所停滞14日, 包括夜晚金堂食, 他一直将这件事拉到自己身边, 同时见到袁国勇一而再再而三, 他无正面不过执面或间接说这是错, 根本不应该收紧措施, 应该尽快放宽, 他很煞口介绍说, 如果疫情无再发展应该六年前就应该完, 但他这跟梁卓伟讲过其实都是妄状, 都是讲不好听些, 都是无基础地狗吹, 整件事它两个都有共同, 但它经常觉得现在Omicron变种病毒, 它两个是一个唯一共同是不断推动, 就说Omicron变种病毒是非常危险, 是会空气传染, 去到十米之外会传染, 去到它会在空气流通系统, 一个小时转六次,转六次后它仍然在, 这件事其实开始去到ridiculous, 就算梁卓伟说我要拔走屏风, 不要阻碍空气流通, 防止死气病毒会停留感染人, 有个键板本身键板已经挡住了, 王家和说得很对, 喂,已经挡住了,你还讲, 即是基本上拿来讲, 现在或是如果梁卓伟说得对, 曾经去过那些食肆, 曾经去过食肆的确疹个案, 应该全国管感染了, 如果梁卓伟说得对, 无理由只是这样一两个人, 整件事可以这样讲, 它两个专家都似乎为了一个, 他们都想讨好林郑娥, 为林郑娥觉得需要做的, 就是谷针这方向去谷, 我当它有underlying的想法, 即是他们觉得怎样都好, 未来香港都要看怎样走出抗疫的阴尼, 因为怎样都好我们走两年整件事, 无理由再走三年, 西班牙大流感, 西班牙流感当时死了几千万人, 都在讲两年时间解决, 流感本身因为变中而弱了, 而人类亦早已存了足够抗体和医疗能力, 为何今次我们现代社会都不行呢, 某程度上可能今年一定要截停它, 不要走三年,两年半或两年多些算了, 如这样袁刚曾提出过, 我记得12月28日在社论讲, 他在明报观点文章说, 他又无用与病律共存的说法, 他说要后疫苗的韧性, 建立后疫苗的韧性即是病律共存, 即是开放边境, 人们要自己面对感染, 如果是这样, 他们两个想谷针其实都情有可原, 我觉得宁愿你两个不如老老实实坦坦白白, 加上林浙月娥加上陈兆耻、 加上聂德权出来跟大家解释为何要谷针, 为何香港未打针的市民需要打针, 如果你不打针, 可能未来夏天我就不会限币共存政策, 大家无机会停, 一日到刻就被我折磨, 不如这样可能香港市民还合作些, 还愿意谷针, 再加上聂德权就快点睡醒, 做多些疫苗资本中心出来就多些人接种, 那就行个与病律共存政策, 好过你现在将本身已弱了很多, 其实等如重感冒, 可能感染已去不到肺子, 去到上呼吸道, Omicron变种病毒讲成洪水满兽, 将它高感染性讲成一个感应不要杀人, 那麽恐怖的一个疫症, 某程度上可能你的underline的想法, 都是让人吓到人去谷针, 但如果是否你开情报公坦诚地跟香港人讲, 香港人反而不愿意听, 反而无多抗拒, 或者现在你做的做法会否觉得, 无论原港好无论尤其是梁卓伟好, 其实你都是折磨很多人, 在现在十八六月厨所再加餐食市, 其实可能有超过十五万人, 是因为你尤其是梁卓伟的WhatsApp, 影响到他们由上星期到七日, 去到农业年收入, 无缘缘缘过年他们无了大半个月量, 他要停工,不是好似你那样, 你放假停工你一样有很多收入, 还有很多其他额外收入, 他们无的, 一停首停就口停, 直接饭都可能开饭成问题, 交租成问题, 甚至乎过年都不会开心起码, 会否你们两个真是给香港人面, 跟回制度, 入到你们专家委员会, 有些什在专家委员会讲, 其他专家都说服到, 过到专家委员会, 交给卫生署和陈兆耻去自己做, 不是你梁卓伟或者你袁国, 代表陈兆耻的角色, 甚至代表林郑在抗议角色, 这样应该对香港最少打击, 令香港人最觉得心灵慎服,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想谷针, 我相信如果你坦坦白说, 其实香港当然有人仍然坚持躺平不打, 但未打针那三十几%的人, 可能有超大半人是愿意合作, 你如果只要答应他, 让个字幕表达路线图, 如果是这样, 我们何时便会毙力共存, 如果是这样, 在甚麽情况下我们会通关, 如果是这样, 我们毙力共存, 有多少部曲,新加坡都告诉高闻听有四部曲, 你会否说定呢, 又或是解释给香港人听, 就算病力共存时你都不用怕, 因为医療系统会强化, 这样这样这样, 会否做多些正面点的事, 好过出来一天暖谈二十四, 一暂时就拆板, 一暂时就挖重取宠, 梁卓伟尤其尤其是今天早上在早晨节目上, 梁子超医生亦特别指出, 梁卓伟一而再再三, 由一开始讲到现在的繁殖率, 即是一个个案究竟有几多个衍生个案, 那个率梁医生说在疫情初期其实未稳定, 不reliable,因为都是高的, 慢慢稳定下来才知, 现在讲这数字今日无意思, 梁卓伟不会一天到刻拿这数字来吓人, 整件事我想有一个很重点, 现在譬如政府它对于花市, 即是连销花市,它就禁制, 不准看戏,不准看演唱会, 不准举办大运活动, 但给你行街市,逼地铁,逼巴士, 逼你逼花去,甚至乎你说不要在花市, 那些花囊都要散花, 它都在其他地方摆都是逼, 这问题在于当然人流可能它说没花市那麽多, 但你会否有其他措施可以限制人流呢? 可以说我就是要限制人流, 所以大家不要那麽拼, 否则就很辛苦,会否这样呢? 其实回过头香港政府, 尤其是袁国康和梁卓伟这些水平专家, 经常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经常觉得普遍香港人什麽都不懂, 经常觉得普遍香港人是猪, 有些什麽都要你说,我们修命令, 其实这个世界,现在这个公民社会, 香港普遍人的读书水平很高, 或者见识都很广, 或者甚至见识不够你多也好, 过去那两年历程, 大家可能掌握被政府官员, 被梁卓伟,被袁国勇更加丰富, 更加能够听你讲的政策, 听你讲一句话, 都能捉到你哪裏错哪裏对, 整件事很简单, 只要香港政府尊重香港人, 不要觉得香港人是猪, 不要觉得香港人要接受命令, 不要觉得香港人永远只听命令, 你法律司令, 如果这样,多些互动多些看就知道, 整件事怎样看呢? 就是买花,过年买花, 是一个香港人,我不敢说中国人, 传统一个避不到的习俗, 做生意的人摆桃花, 家庭的人摆水仙花, 家里面有些花, 摆些插些仙花, 过年气氛, 已无得放烟花, 已无得看现场会, 无得看戏, 他们基本上几日都不知怎样过, 你又说不要聚在一起, 不要夸家庭聚会, 那又怎样呢? 是否只能去自己家庭, 外家都不要回呢? 跟着回头, 一日到刻只是看剖片, 上网剖剧, 无其他样, 可能多些都限聚令, 多夸家庭会分分钟过年前都被人移动呢? 整件事就是大家无得出去看戏, 又无得出去闲花市, 又无得过元年年初二的巡游又无埋, 放烟花又无了那麽多年, 那会不会其实回来想, 这些市民在这时候, 仍然愿意逼车逼人出去花虚, 你那些市民真是傻吗? 你那些市民真是什麽都不懂吗? 那些市民就做足保护措施, 甚至乎戴两个口罩就照去买花, 某个程度上我们都未见到, 暂时还未见到, 你又说到那麽洪水满兽, 全部空气传播, 全部碰碰就立即中招, 五分钟讲讲买洗头水, 给钱就中招, 如果是这样, 有确诊者曾经去过街市, 曾经去到逼别人的地方, 曾经乘搭地铁, 为何他们又不中招呢? 为何其他人又不中招呢? 那你怎解释呢? 你讲些事要反证才可以, 你会令香港人很疑惑, 香港人有质问, 当香港人质问时, 譬如我这样, 我在Facebook上都有质问, 质问后可能有些医生, 或者有些沿港粉丝, 或者连翔粉丝即是狂工, 几十条链给我看, 我没看过吗?你猜你看吗? 可能我看的新闻, 我看的文献多过你, 我起码两个智库组织, 好像只有你看, 好像有凌价性, 我现在告诉你, 香港人不是白痴,不是猪, 不需要你下下命令, 香港人都会想, 你回头不如跟我们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可能我们更明些, 更会帮你多些, 更容易拉近大家的关係, 你的互信度都要高些, 你或你的信任度权威性都高些, 如果你下下觉得我讲一件事你都要听, 你不要想事, 你想事都错,想事都犯罪, 这就问题来了。